你有没有想过,当AI进入汽车,我们的用车生活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? 作为AI体验官的我,今天要带大家一起探索一下百度的OPPO汽车智能化平台,看看他们都在搞什么赛博科技。 在刚刚结束的百度世界大会上,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在大会现场正式发布文新大模型4.0版本。 按照李老板的话讲,这是赶超GPT4的一次重要升级。 理解、生成、逻辑、技艺四大核心能力都得到了大幅提升。 紧接着,百度以大模型重构智能汽车为主题,介绍了当下百度在汽车智能化领域的发展。 首先,百度可是在自动驾驶领域耕耘了整整十年,真的是坚守技术长期主义。 他们的无人驾驶出行服务,叫做萝卜快跑,已经遍布了全国各大城市,北京、上海、深圳,你想到的全都有。 然后,2021年8月,百度正式组建了智能汽车事业部,把多年积累的L4技术应用在了乘用车领域。 他们可不是小打小闹,以产品领先,体验愉快,服务专业。 生态开放为宗旨,成为了车企的超级伙伴。 百度OPO的产品矩阵超级强大。 有价、仓、图的汽车智能化产品,满足了国内外车企的各种需求。 自驾方面,他们推出了自主驳车、行驳一体、城市领航辅助驾驶、覆盖低、中、高组合的全系列自驾产品,简直是智能驾驶的全家福。 OPO Highway Driving Pro是行业首个基于高性价比平台实现领航能力的量产方案, 以在新蓝图飞翼上率先量产落地,具备领航辅助驾驶功能和人机构架地图,包含全速智能巡航、自动上下扎道和全球首个智能进出服务区辅助。 除了行车辅助以外,在驳车方面,OPO Highway支持全自态高效自动驳车、一键遥控驳车、记忆驳车以及远程召唤等功能。 目前,高速NOW总里程已达33万公里。 从高达83.74%的激活率和99.06%的用户渗透率来看,百度OPO平静领先的体验和可成熟的量产能力,获得了行业及用户的认可。 目前已有30余款明星车型搭载OPO产品,年底前还会有近10款搭载OPO高阶辅助驾驶产品的车型量产。 值得一提的是,国内首个纯视觉程式NOW辅助驾驶OPO CityDRIMX在即月01上量产,将在今年第四季度落地交付。 此前,即月01的24小时预售订单就已超过15000单。 接着最重磅的莫属百度OPO智仓了,小度车载OS和小度语音SDK让车内变得超级聪明,同时利用文新大模型能力打造新一代AI智仓体验。 首先,大模型带来了神奇的核心能力,就是它能够理解、生成、推理。 甚至记得你上次说的话,以前的车载系统都是命令式,要不停地点击按钮。 现在,你可以和你的爱车像朋友一样聊天。 系统会变得更聪明,能主动回应你的需求。 也别再为设置导航而翻遍所有的选项了。 大模型的系统会知道你的意图,只需少许步骤,就能满足你的需求。 就像有个聪明的小助手一样,娱乐和服务也会变得更丰富。 不仅可以满足你的刚需,还能让你享受更多娱乐,解放那些常委需求。 更厉害的是,他们还重新构思了技术路线,以大模型为主,结合了本地化,深度融入车辆系统。 这就是所谓的车载AI原生应用,使用起来更加流畅便捷。 最后,Apple重构了驾驶座舱的运营模式,通过体验升级,带来了全新的人车关系。 汽车主机厂商将和用户建立更紧密的长期连接。 你的车将从冰冷的工具变成你更亲近的朋友。 目前已经实现量产搭载的车型包括,吉月01,凯迪达克雷格,别克E5,吉利银河L7,吉利银河L6,还包括即将上市的吉利银河E8,哈佛等产品,也将搭载上线。 制图也是百度的利器,拥有车载导航地图,人机供驾地图,高金地图。 百度在地图领域的实力就不必多说了。 总之,百度OPO的大模型技术不仅是科技的飞跃,也是未来智能汽车体验的全新时代。 还不快跳上这辆未来之车吗? 别忘了点赞、订阅,一起探索汽车科技的未来吧。